12月5号 成都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赛事志愿者招募在成都正式启动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计划招募2.5万名赛会志愿者参与筹备和各项服务保障 赛会志愿者招募采取网络报名方式将持续至2021年1月31号 启动仪式场 奥运冠军邓亚平 中国当代青年钢琴家李云迪 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潘涛 穿航英雄机组称务长碧南 羽姨妹妹刘欣 外国留学生志愿者代表马宁威 北京奥运会团体奖牌获得者代表蒋文文 蒋婷婷等 作为成都大运会志愿者宣传大使 伙伴聘书 宣传大使作为各行各业优秀青年代表 他们将发挥各自特长 积极参与成都大运会赛会志愿者的宣传推广 志愿者的意义在于服务社会 然后促成这个大运会的顺利的一个进行 给大家展现一种青春的力量 青春的风采 现在羽姨妹已经是志愿者推广大使 然后羽姨妹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后不知道怎么报名的 然后也可以向我咨询 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志愿者部专职副部长王冬冬表示 成都大运会赛会志愿者招募全面启动 同时也向各地传递出成都大运会志愿者招募工作 全面冲刺的积极信号 我们会根据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计划安排 采取这个线上测试 然后测试完之后 然后统计筛选 然后确定这个大概我们整个志愿者的这个人员 然后陆续开展一系列的这个培训 包括这个通用培训 和我们的这个这个港前专业知识培训 然后并且结合我们赛前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然后开展一些这个以战带链的一些实战演练 然后提升我们志愿者的这个赛会志愿者的这个实战能力 确保我们明年大运会整个志愿服务工作顺利地开展 王冬冬还介绍 根据赛会计划和工作需要 共计划招募2.5万名赛会志愿者参与筹备和各项服务保障 针对语言问题也会专门采取培训 特别是语言翻译类的这部分志愿者 我们会也会邀请相关的这个专业机构 然后包括这个跟相关的这个高校合作 然后对我们这部分语言的志愿者采取这种赛前的这种培训 据悉 自成都大运会筹备工作启动以来 城市志愿者注册人数已达到63万 这其中还包括5000名骨干志愿者 未来 大运会执委会志愿者部将把工作重点放在赛会志愿者招募中 成都大运会还将不断健全培训机制 全面强化实战演练 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让大运会志愿者成为成都2021最亮丽的风景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